還包括了講到美元的問題也很大 美債的問題 美元的問題都很大 這位印度富豪 億萬富豪 最近出席一個頒獎典禮 不小心講出大實話 他說什麼 美元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恐怖分子 這句話真的是講中了很多人的心聲 以及最近美國不斷在制裁中國大陸 說實在 傷敵一千 自損八百 所以在彭博最近有一篇文章 廣受討論 美國人自己寫的 標題叫什麼呢 文章的題目叫做 拜託不要讓美國人在中國投資太難 好不好 對不對 你是為難中國 還是為難我們美國人 中國市場這麼大 對不對 做生意不容易 你覺得我們容易嗎 不容易嘛 發表了這個文章 講到拜登總統預計下個月 還要發布在美國在華投資的行政命令等等 所以這個作者 他是個經濟學的教授 他就說執行這個命令 可以讓中國對美國的態度更強硬 也各式各樣 藉著防務 藉著保護台灣 掏空了所有嘛 高科技就不用講了 我們的錢 對不對 也是一樣啊 藉著買武器 剛剛內提講得很清楚 你怎麼看待葉倫的呼救 葉倫真的是 我覺得他滿難的 他管這個公司的賬 這公司營運實在太差了 做財務長相當困難 而且他現在這個兩個老闆都不是真正想要讓公司賺錢的 他們是考慮自己的 那個在公司裡面的利益有沒有得到保障 所以現在不是在救美國啊 因為拜登事實上他要救他的選舉啊 那共和黨也要救他的選舉啊 那他們兩邊鬥爭的標的呢 就是美國現在的債務問題 因為這個麥卡錫他們已經提出條件了 他說我可以給你增加 可是呢 我們要限制 你要承諾 你不要亂花錢 對 但我先問一下介大使 因為這個美債危機這個倒數 之前你講了很多次嘛 但一直到現在 時間提到6月1號 拜登才採取行動 緊急打了電話 找來這個四個投來這個聚會了 拜登之前在擺爛了 葉倫不是第一次警告他了 拜登其實他是再多不愁啦 他反而到時候他反而發不出 這個說 這些好了 美軍發不出薪水了 對不對 那年紀 那些就是說這些領失業救濟金的人 失業救濟金領不到了 領那個food stamp的人沒有那個糧票了 對 那拜登就說 都是共和黨這些人在裡面阻礙 你們今天要怪就怪共和黨 所以他再多不愁啊 對 他也藉這個機會正好來修理一下共和黨 所以共和黨也不想讓這個事情發生 共和黨也不想把這個罪名擔在頭上 因為現在要黨 如果都是民主黨控制兩院的話 那沒問題啊 時間到了就把債務上限一提 再給你一兆花嘛 很簡單嘛 那現在的民主黨這樣借這個 他也不想讓 怎麼講 壞的罪名放在我身上 所以他一定會讓這個債務上限提高的 可是呢 共和黨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加一些附加條件 我可以提 可是你拜登 你不准亂花錢 因為拜登今年是準備亂花錢 為什麼 因為今天要選舉 要買票 那去隨便搞一些新的法案出來 就要花錢啊 那給你一兆五千億的話 你一下也花完了 所以他就不讓你花 對 美國內部的問題 當然他們家的事嘛 但是這個拜登不只是修理他的這個在野黨 拜登這個修理中國大陸 是不是也修理到了自己人 我覺得這篇大家看了很有感 美國人自己 美國經濟學家告訴美國政府 拜託 不要讓美國人在中國投資太難 其實現在很多人很早就講了 現在美國的打法 打冷戰的打法 它是上一個世紀的打法 我說經濟什麼 制裁你 經濟孤立你 那個時候的俄羅斯 蘇聯 事實上經濟上跟美國是沒有辦法抗衡的 我孤立你 我制裁你 真的就傷到了這個俄羅斯 當時的蘇聯 最後蘇聯垮台 事實上 事實上它的經濟先破產 那中國大陸不一樣 中國大陸現在是18兆 它的GDP 你美國也不夠24兆 只差6兆了 另外一方 中國大陸的市場非常的龐大 而且快速成長 而且中國大陸現在最大的一個 可以跟美國競爭的條件 就是它有龐大的市場 這個市場 如果說你美國人從這個市場自我隔離出來 你自己砍掉一隻手 那美國的廠商不願意 美國廠商本來在中國大陸 靠賺到錢的 他當然要繼續加碼投資 那美國華爾街的很多基金 很多創投 他去投資中國的公司 跟中國的新創公司 或者已經上市的公司的時候 他也大賺其錢 你為什麼不能讓他買呢 你為什麼要買大陸的股票 投資大陸的這個 透過正常的投資管道去投資大陸呢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 拜登這一種不准美國人去投資的 事實上傷到了 可能傷到美國的廠商 大過於傷到中國大陸的經濟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你美國還欠中國大陸錢呢 中國大陸手上拿你8400億的美國國債 你美國明明中國大陸是你的債主 你還說我不要去我債主那邊投資 這表示你口袋沒有錢 你還要做這種傻事 所以我就覺得 現在的美國的這些 譬如說彭博這些文章慢慢都出來了 最後都會怎麼樣 都會檢討拜登總統上台的 上台以後的他的政策 策略的大方向的錯誤 第一個你削弱中國大陸你削弱了嗎 事實上話只讓中國大陸 像這個韓冰講的 你讓中國大陸正好 加頭埋頭苦練武功 最後再重出江湖的時候 那一把刀可以讓你全部都躺下 像荷蘭人就很清楚 荷蘭人說我現在的鋼科基 你不讓我賣中國大陸 最後一定中國大陸做出來 等它做出來之後 我荷蘭ASML光科基我賣給誰 然後發出來中國大陸 性價比又高過ASML ASML的隨便一台這個 極紫外光的 極紫外光的 這個EUV 一台都是上億美金的 對不對 那這個生意被搶走了 它怪誰啊 對所以我就覺得 本來這個美國跟中國大陸 那個分工 那個這個產業分工 產業鏈分工 美國是對美國最有利的 美國提供很多高科技的產品 然後美國跟中國大陸 在這個高科技產品上 產業鏈互蒙其力 那跟政治原因的話 拜登走這條路的話 現在美國人的廠商就開始叫 我覺得叫的越來越多 然後這個拜登還要競選連任嘛 當然美國的問題 他們自己解決不干我們的事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中美對抗 所以在這張這個圖表裡面 有很多國家 有日本啊 有菲律賓啊等等 但其實美國搞這個集團對抗 所以他也這個逼的這個中國大陸 現在中俄潮 感覺上美韓日有沒有 兩個這個大集團成型 所以這些國家都有關係 比方說講到菲律賓 有南海的問題 講到日本有現在這個有沒有 舔美靠美的問題 所以我們看到 這裡面都有相關 所以我們看到 這裡面都是大陸空的 在這裡面都可以 有很多大陸空的 我們看到 在這裡面都可以 然後它們都可以 那邊的 在這裡面都可以 然後 在這裡面 這個心 我們在這裡面